消息台北市长柯文哲访问日本 迷达东京之后先拜会了国会议员 不过将近两个小时的闭门会谈 究竟聊了些什么 有没有讲到要选总统呢 柯P都是闭而不谈 而晚间出席了台日观光论坛晚宴 朱日代表谢长廷也一同出席 两个人同桌互动相当的热络 结束之后还一同受访 那么柯P的访日形成政治意味浓厚 形同是为2020总统大选日做准备 台日观光论坛晚宴 柯文哲跟朱日代表谢长廷 坐在同一桌互动还算是热络 名义上是谢长廷邀请 而整趟访日行程 谢长廷也会全程陪同 给足柯文哲面子 光会非常重要 那我们台湾的议会 监督市场比较严 所以通常都市场没有办法来 但是如果在台湾举办 日本的知识都会到 他们不知道 有的时候我们不太重视 这一次正好有个空档 所以我建议说他来 所以五郎公议来家 跟他问导游 好像马上就要离开 我说不是问导游 是送导游来家 送酱油来 两人互动 让人嗅到白绿合作可能性 柯文哲出访行程不断 先美国后日本呼应抛出的 其美日有终的论述 曾吉拉高会晤的人 也是大有来头 一落地就前往东京 拜会众议员 何景克行 还有谷乌龟司 何景克行同时也是 安倍晋三的外交特助 负责对美的关系事务 两人聊得很开心 何景克行还搭上时事 开门见山 就问柯文哲 是否参选2020 用那个芝田信长 跟德川家康的发回答 等天亮等下雨 等敌人走 敌军走进预定的阵地 要不然就等德川家康 等杜鹃鸟蹄 反正讲完大家哈大笑 快乐就好 有没有谈到选总统 何时问题 或是传话给安倍 柯文哲都低调必谈 所谓外交 就是不要去外面讲到外交 柯文哲大阵仗访日 还将到福岛灾区视察 并且过夜 向日本示好的意味浓厚 表达解禁何时决心 柯文哲2020的起手势 只能做不能说 记者吴亦轩 刘宇俊 日本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